在末法时期天灾人祸 人只有学会感恩才能幸福每一天 人只有知足你才能快乐每一天 一个学博人的善良是你生命中的倒影 在我们的心中任何的一个善念和善行当中 我们都会看到一个更善良的自己 记住了向由心生乐由心生福由心生 一个心存善良的学佛人必定是一个慈悲之人 很多人的成功是因为懂道理 很多人的失败是因为他失去了道理 什么叫道理 道理就是你能够懂得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要面对自己 人生最大的失败是骄傲自大 人生最大的无知那是欺骗 人生最大的悲哀那是嫉妒啊 人生最大的错误那是自暴自弃 人生最可怜的心情那叫自卑 人生最大的罪过那是我们天天都有的自欺欺人 人生最可佩服的那是精进 记住了 人生没有什么破产 事业上和你的前途上任何的破产都不是破产 人生的最大破产那是绝望 人生最大的财富那是健康啊 我们人一生欠别人最大的债务那是情债 人生最大的礼物那是宽恕别人 人生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那就是布施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